请看动画 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个曲线 就是著名的龙形曲线 Dragon Curve 它是最早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物理学家 John Harvey 约翰海威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发现的 龙形曲线是一个分形结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放大曲线的局部 我们会发现曲线局部的结构 和它的整体具有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也被称之为自相似性 Self-Similarity 就是著名的分形结构 麦德布洛特级和Mandebrot set 可以无限放大一样 原则上龙形曲线也可以无穷放大 但是你可知道 和Mandebrot set不同的是 龙形曲线的发现 并非来自对负变函数 或者动力系统的研究 而是一个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的 非常非常常见的无聊行为 折纸 这期视频 让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 这条美妙的龙形曲线的发现历程 首先让我们仔细观察动画 开始我们只有一条线段 将其复制 而后将复制的线段旋转90度 得到一个直角 接着我们将整个结构整体复制 绕着原结构边缘上的一个端点 再次旋转90度 再接着我们将刚刚得到的结构 作为一个新的整体 再次整体复制 再次旋转90度 不断重复直到无穷无尽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美妙的龙形曲线 现在 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两个思想实验 第一个 注意到 动画的视角是在不断缩放的 这是因为随着我们的复制 整个结构站的面积会越来越大 如果我们不是复制 而是每次将已有结构的线条 从中间折叠 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样虽然龙形曲线的每条线段会变得越来越短 但是我们就不必放大画面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正如动画展示的一样 折叠但是不复制 我们也可以得到龙形曲线 二者是等价的 第二个思想实验 如果从第一次折叠开始 每次折叠之后 我们都将折叠后的两段线段 先不着急打开 而是让它们保持冲叠在一起 折叠多次之后 再一起展开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嗯 这个思想实验就没有刚刚那个 那么容易想了 我们的大脑确实不太擅长 处理这种规模指数扩张的操作 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啊 剪一条尽可能长的长方形纸条 从中间对折 压实 然后再次从中间对折 压实 注意 每次都要保持右端稳定不动 这样对折四五次之后 达到一张纸的折结极限 此时小心翼翼地展开整个纸条 尽量让每个折痕都保持直角 没错 我们得到了一条龙形曲线 而折纸条 也是龙形曲线最早被发现的原因 虽然受制于纸的厚度 我们无法继续折叠 所以得不到动画里出现的分形结构 但是六十多年前的纳萨办公室里 约翰海威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意识到了 这一结构所蕴含的数学之美 将折纸条 这一个每一个无聊的小学生都干过的事情 推广到了无穷 龙形曲线的自相似结构 也体现在纸条的折痕规律上 折叠一次 我们得到一条折痕 如果从整个曲线的最左单出发 这个折痕是一个向右拐的折痕 所以让我们用一个右来表示 接着我们来看折两次的情况 折两次一共三条折痕 第一个折痕向右拐 第二个还是向右拐 然后第三个向左拐 目前为止好像还看不出来什么规律 接着我们观察折三次的情况 折三次折痕共有七条 从左往右是右右左右右左左 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折四次呢 四次一共有15条折痕 分别是右右左右右左左右右右右右左左右右右左左右右左左 这时候规律就比较明显了 第N次折叠一共有2的N字方减去一个折痕 观察第三次和第四次折痕规律 我们发现第四次折痕的前一半 也就是前七条折痕 就是第三次折叠得到的折痕 然后中间塞进去一个右 而后半部分正好是第三次得到的折痕 左右互相替换 然后再倒序 第三次我们得到右右左右右左左 所以左右替换就是左左右左左右右 然后再倒序就有右右左左右左左 正好就是第四部分的后半部分了 检查前几次折叠的折痕模式 我们会发现这个规律是普遍使用的 如果你有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里 把生成这一规律的代码写出来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嘿 看到这里的朋友 你就是我要找的观众 请点赞 收藏 关注 分享 你的支持将激励我创造更多 优质原创的数学教育视频 在这里没有加硬的AI语音和抄袭搬运 只有我们一起欣赏的数学之美 和对彼此的真诚